油炸物 饮料 甜点等临时营养低 热量高 但是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 去年针对国小高年级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 有两成学童每周至少三天会吃油炸类食物 也有四成五学童每周至少三天会喝含糖饮料 五成六学童每周至少三天会吃甜点 孩子边插饮食习惯 儿盟提出健康宝贝333守则 为孩子饮食把关 一周三天在家吃饭 三十分钟亲子共餐 以及三菜一汤最幸福 才不会造成孩子可能有一些饮食上的偏食 或不均影响他的健康发展 另外调查发现有超过七成国小学童饮食不均衡 也有一成学童偏食 四成挑食 最不爱吃的就是苦瓜 茄子 山药 还有青椒等蔬菜 营养师表示可以和孩子约定一口绿 面前食物至少都要让孩子吃一口 吃的同时让孩子了解好的食物 桌上的每一道菜都至少要吃一口 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样子才可以慢慢慢慢的 然后矫正他这个挑食的习惯 孩童饮食挑食问题如何解决 营养师呼吁家长跟孩子 供食是最好的防止挑食方法 可以把关孩子吃的均衡 也是家人互动培养亲情的好机会 今天上午六台北市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